整盏單單漢堡 咦 好像 有些人喔 很多遊客 我要一個麵線羹 然後雞腿飽 然後低瓜薯條 我是Mira 我現在人就是波紅 其實我在很久之前 就已經有聽過單單漢堡 台灣南部才有的餐廳 然後 也有很多台灣的朋友說 如果我來到台灣的南部 一定一定一定 一定要試試單單漢堡 等一下一個小時之後 我就要去到高鐵站 回到台北 所以我超級糾結 究竟我好不好過來買呢 因為我上網搜尋過 通常買單單漢堡 都是要等15分鐘的 唉 我有點錯 不猜的時間 我以為可以在餐廳吃完 才離開 但是我應該是不夠時間的 所以我就叫了外賣 外賣都要等十幾分鐘 所以我 唉呀 好擔心啊 我打算飛過去 因為我很趕時間 不知道在的士上 可不可以吃呢 或者在高鐵上可不可以吃呢 好了現在 首先我就 要等到我的食物 出來先 好謝謝 好謝謝 唉 麻雲啊 歡迎使用台灣 請選擇 請選擇起乘站 请选择 请输入乘客人数 完成后请按确认 请选择搭乘车次及车厢 请确认您的购票资讯是否正确 请打进 好了 现在上了这个高铁了 因为我是10分钟前才买票 所以我是买了一个靠走道的位置 我旁边是有五色人坐在这里 然后也没办法 我现在要开到我的单单汉堡了 好 那我是买了这个面线羹 迪瓜条 迪瓜薯条 还有一个鲜翠鸡腿 为什么我上网来看呢 这个是变咬的 我咬了个辣味 然后我现在要吃这个面线羹 好像看到旁边的人在偷望我 啊 救命啊 其实我真的很夸臭 一个人在街上Vlog 虽然现在不是街 是一个公众场合 大家说到这么好 真的很想吃 其实我本来很喜欢吃 亚中面线的东西 我很喜欢吃羹类的东西 嗯 甜甜的 它的味道不算太浓郁 然后我本来以为它的面线 会是很软 好像亚中面线这样 可以多喝下去 但其实我觉得它也是需要咬的 我觉得是有点硬度的 嗯 好美味啊 这个会是我喜欢喝的羹类 因为我很喜欢喝换制翅的东西 酸辣汤 而且我觉得它味重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 我们的街州应该会是一流 就是不像一晚 喝超多的 然后有熟醉 第二天起床就有熟醉 喝一碗这个羹类 应该也挺好味 其实也可以吞下去 但是我觉得 可能对消化系统不太好 所以我还是觉得要咬一咬会好一点 好了 接着吃这个地瓜薯条 距离我买的时间是有半个小时 所以它已经淋了 它是圆条地瓜 圆条番薯这样切条它炸 很轻微的盐 因为我很喜欢吃番薯 所以刚才看到餐牌上面有的 就直接加了一份 它有蕃茄酱 还有这个辣椒酱 就有两个都一样 因为平时我吃蜜河流 我最喜欢吃就是那个 点蜜落鸡的甜酸酱 我喜欢酸酸甜甜的酱 地瓜条因为淋了 没有不好吃 如果它是硬点脆点的话 应该会挺好吃的 不是特别美 这个味道很惊艳 整整整整 好 接着来 我要吃那个鸡腿煲 很好包到这两个胶纸贴着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 因为包装只是这样 你下面是蜂蜜座 所以你那些酱 或者你那些料 你都不会吃到周围都是 我不客气了 我真的人生第一次在高脱上 吃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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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辣味比我想象中 我觉得辣的 我想说超有惊喜 因为它的鸡腿超级嫩 然后炸得很香 它鸡肉的调味 是不会太咸 但也不会说没有味 如果有吃太辣的话 你吃整个嘴会很麻痹 它是刚刚好的难度 然后它橙色的酱 应该是千岛酱 我最喜欢的酱酱条酱 我不是说我已经是隔了半个小时 但它的鸡肉依然是非常脆 是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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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的包 我本身会很担心 会不会因为焗的太肉 会很軟 但不会 外卖也很好吃 越吃越辣 越吃越辣 它的辣度 比较辣 比较辣 然后吃下去的感觉 我觉得有点像韩国的Mum's Touch 因为韩国的Mum's Touch 它们主打 是新鲜制造 用的料都是很健康 以这个快餐来说 是很受韩国的年轻人欢迎 但韩国的味道上 其实有点像 而且其实我刚才等外卖 都要等一段时间 所以我相信它也是新鲜 即制 虽然炸是不健康的 但又好像没有那么不健康 其实说真的 我本来买之前 吃它之前 我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期望 因为我会觉得 它对韩国会有什么不同 但是 好吃 我觉得如果日日 我再来台湾卖的话 我应该都会再来吃 我会使用不同的口味 也会使用不同的羹 我觉得今天我买的这三个东西 里面 这个韩国脂腿爆 最好吃的 好 如何说好呢 我觉得它虽然是快餐食品 但博明期没有健康的感觉 因为觉得它的材料都很新鲜 它是好吃的健康食品 而且它一点都不会干 是整个包都是很濕溶的 你吃下去 你觉得很多汁 然后也很好吃 真的 不枉 我刚才这么赶时间 我都要去买 是值得的 不过呢 不过呢 我觉得这个羹好吃是好吃 但是 跟汉堡包加在一起 有一点点 不是很夹 我觉得汉堡包应该要配可乐 果汁 一些比较细色的东西 但是 这个面前更是很台湾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我在吃两款 完全不同风格的味道 但是 都是很好吃的 好 好了 我这么赶赶回台北的原因者 因为早几天我和韦禄的首级房 今天就是要来拍我们唱歌的画面 因为约了两点半 现在就刚刚好了 Ciao Studio 好漂亮喔 其实就是 在一个这样的studio里面拍 我们等一下呢 就会坐在这里 然后要留意的是 studio的冷气通常都是厉害的 所以 standby的时候 可能要穿多件衣服 我现在本人的歌词 我忘记了歌词 我们两个零食 贝哥吃 这个是Canon的 耶 我们今天要拍 不算MV啦 就是拍我们唱歌的画面 没错 耶 好我们开始 你都好了 你都好了 好快 等下四位你的鞋子也掉了 OK 可能会喔 好 看我鞋子也很冷 好 CUT 好 好吃喔 这个我叫了是Eargray巧克力 它那个白雀茶味呢 哇 浓到爆 而且我觉得茶和朱古力呢 是真的很够的一个配搭 你甜品看到有朱古力配茶味呢 十次里面一定有九次的好吃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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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